Hello 各位大家好 歡迎來到去台灣的第一集 我們這個頻道會由各縣市的 區域市鎮鄉 有筆劃順序來開始介紹 那就代表我們的第一集會是 台南七谷 想到七谷 大家一定都會想到七谷也算 但其實七谷還有許多值得注意的好東西 那就讓我們開始吧 首先七谷位在台南最西邊 同時也是台灣本島最西邊的區 鄉林台南其他四個區 一部分為18個里 而虛空所位在東邊的大城里 除了線道以及其他道路之外 進入七谷可以利用省道17線 與台61線快速道路 其中台61線在七谷設置兩個交流道 並在區境內的十分交流道設置終點 而本區沒有鐵路經過 可以從台南友康出市的車站 換成公車進入七谷 本區大部分位在真文溪以北 但東南部有一小塊 在鼎位在真文溪以南與安南區之南 七谷的開發可以追溯到青年時期 由七人河谷在此開發豬寮 於是稱為七谷寮 在站後改為台南縣七谷鄉 並在西元2010年台南縣升格後改為七谷區 人口大約為兩萬兩千人 並逐漸減少 人口以漳州與泉州籍為主 區內經濟主要以農業與觀光業為主 其中農業包含最著名的岩業與漁業 但是岩業的產值少了很多 主要是因為岩業的成本太高了 而青谷的岩業在清朝時期就有紀錄 但是因為時常淹水的廢紙 到日治時期從政後再次洗用 並開發鹽液鐵路 以把鹽巴運到高雄港出口 在民國九十一年 七谷鹽廠長不在四鹽 改為七谷鹽生與台灣鹽火物館作為觀光用品 有些鹽田改為漁温養殖 虱目魚等經濟宇宙 另外在西部西部地區都隸於 台江國家公園 為了東進來台渡東的黑面屏幕 同時此地區也會有一年一度的七谷 海鮮節 可以從鹽廠附近的六孔碼頭參與活動 我們第一期的影片就到這裡結束 而我們的頻道將會帶領的各位 這是更不一樣的台灣 我們的下一站是 新北巴黎 進行期待 我們一年級到四鹿這に 跟荷蘭最大 有些大朋友 而是第二站 我們會有現場主役 無量的小朋友 這期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